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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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港台電視31 和香港電台第五台電台電視 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我是袁子沛拔師 我是魏冰郎, 阿朗 朗哥, 你有去過中山嗎? 沒去過中山, 我去過佛山 去佛山搞什麼?贊師傅嗎? 男人 見一下長者的前輩 現在在哥哥姐姐界 回內地大灣區學玩樂 甚至尋找一個安老生活的選擇 都是一個潮流 今天灣區其樂融融就會和你了解一下 灣區其樂融融 今天我們請到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的教授 林一昇 林一昇教授, 早安 教授, 早安 我想問你 剛才拔師也問過我 最近真的去過大陸 法國的環境很好 我想問一下大灣區裡面 養老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香港始終很小 其實世界沒有什麼地方 會把新老病死 困在一千多一點 平方公里的地方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 例如我自己在美國都住了十幾年 你看到美國的朋友在紐約退休 他們很少會留在紐約安老 多數走去佛羅里達 走去亞利桑那這些州 因為比較暖 生活指數比較低 在那時候安老 令到長者的生活質素提高 而且亦都令到他可以 即是說真的離開以前工作的環境 有一個較慢下來一點 還有一個較高的生活質素 如果教授說以美國為例 即是北美洲為例 以前是住大屋的 是 退休之後養老的時候 就住高層 是的 自己不用打理那麼多東西 是否都… 如果在大灣區養老 都可以是 好像剛才所說 有些好的地方 照顧你的地方 可以的 其實現在剛剛開始 就有些我們說 給退休人士那些住的地方 那它可能裡面包含了一些 你自己照顧能力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那時候 有個屋子住 但當你身體較為差的時候 開始它可以 有些社區服務 進回你家裡 去幫助你安老的 到最後你真的 自己照顧不了 在社區安老 都可能有擔心安全的時候 其實它同一個地方隔離 就有些安老院舍 就可以在那時候安老 那在外國這一類的 我們說退休的社區 是很普遍的 而很多的朋友 很多時候都要求你 最少50歲 或者60歲 才可以搬進去的 但是呢 你買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 其實你在那時候 真的可以住到你中老 當你身體好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鎖起來 到沒有人 你去哪裏旅遊都沒有問題 或者你甚至在同一個地區 照顧隔離的老人家 做義工都沒有問題 變成那個選擇性會高很多 但是很多在香港 住開的哥哥姐姐 就說我這個年紀 退休才去第二處住 還要適應 又不知道當地的那些 衣食住人是怎樣 甚至有很多的保障是怎樣 那個心會不肝 其實這個都不是香港 獨有的問題 其實在外國都很多 剛才說美國 英國都有這些問題 但是一方面的確 香港政府要搞定一些 就是我們保障上面的問題 例如他看醫生的時候 他哪裏看了醫生 那些錢哪個給 這些是要解決的 那在美國的情況 美國有個聯邦政府的 醫療保險的 無論他在哪個城市住 那個保險都是幫他解決到 那個醫療的問題 那香港其實 例如香港政府都可不可以 用一些服務券的形式 令到香港的長者 進了大灣區 都可以有一筆的錢 在大灣區購買適合他的服務 就不用說每一次 三個月看一次複診 都要回到香港 周居領頓 那這個是要解決的問題 那的確 剛才說我安老 我真的身體差 要服務的時候 他在香港他可以拿到 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 或者院舍服務 是不是 如果我們在大灣區安老的時候 我是不是都可以拿到這些服務呢 如果拿到這些服務 那個錢銀安排又怎樣呢 有什麼事情決定 我是不是拿到 即是合資格 那這些政府 在政策層面 都需要找到一個配套出來 會不會有一些長者會擔心呢 因為香港在醫護方面很先進 去到大灣區養老 我可不可以得到 相同的這麼好的設備 和醫護的設備 很有趣 我自己爸爸 其實他退休之後 都有20多年在大灣區安老 我媽媽也是 對他來說 他退休之後 60多歲就回到內地了 在那個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內地住了20年 他很習慣內地的醫療 那個制度 對他來說 他平時都要有頭暈伸熱 要看醫生 他住在少慶那邊 他不會回到香港看醫生 他一年回來一兩次 探望家人 這樣 對我爸爸 或者對那些已經有 差不多10萬個長者 在大灣區安老的長者 使用內地的醫療 他不會太擔心 因為他日常已經在用 已經是習慣了 那要是對這批長者 有什麼辦法 令到他身體較為差 需要服務的時候 他仍然可以繼續用這些服務 還有當他有長期病患的時候 那個醫療費用的確是貴的 即是不同一次過頭暈伸熱 他可能要每天吃藥 要拿很多藥 那這筆藥錢 現在他去香港的話 政府會幫他給完 有沒有辦法在內地 都做到這件事呢 另外一批 就是我平時一直都在香港生活的 我退休之後 可能考慮回大灣區 這個的確有些少許適應的 因為我始終用慣 都是香港質素的醫療服務 現在有個好處 其實大灣區追得很快 特別有些港資 已經在大灣區裡面 投資做醫療服務 其實我們政府可不可以 動用政府的一些資源 令到這些機構 或者大灣區裡面 一些很高質素的醫院 都可以提高一個 提供一個服務 可以滿足到香港長的需要 我相信其實現在的確有個分歧 但我相信你多看五年十年 分歧可能很低 除了關心醫療之外 對於長者來說 老本都很關心 即是去到內地大灣區安勞 大家都可以計算 究竟老本可以花多久 其實香港政府有些事情都做得好 好像現在如果你是基層一點的長者 我要拿中援或者要拿長的生活津貼 其實你在大灣區安勞 你都拿到的 如果你說一個中產的朋友 他退休拿著一批強積金 其實政府現在都有政府的年金 其實你將部分的退休金 放進去政府的年金 令到你拿到年金的資產 那個每月的錢之外 還可以拿到 例如長者生活津貼 其實你同一筆錢 你可能有一萬頭的一個月 直至它離世為止 但如果你在香港安勞 萬多元一萬頭 其實也有些困難 但如果你萬多元去大灣區 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有時香港其實已經有些政策 在這裡幫助大灣區 在金錢上安勞都可以放心 但的確有時在那個宣傳 在那個令到那些長者 知道有這些選擇上面 還需要加把勁 拔斯剛才問過關於老本 老友 我的老友都在香港 我搬出去大灣區住 他來探望我 因為我經常回來香港 這個的確是另一個情況 我們需要考慮的 我有些朋友 在美國或者英國的朋友 他們很有趣 他們退休之前 就會轉工 轉去一些他想退休的地方 我認識一些 在倫敦明大學教的教授 他退休之前那幾年 突然轉去英國某個小的城市 一間沒有那麼出名的大學 教書 原因就是剛才說 那些朋友的問題 他希望在退休之前 在那個地區 已經有些朋友網絡去做到的 那這個是一個選擇 另外一個選擇 就的確如果我們過關 全部容易一些 因為其實你想想 我們進大灣區 如果你交通做得好 一個多小時的事情 你大灣區出來旺角 和朋友吃飯 沙田和朋友吃飯 其實隨時 近過你天水圍去沙田 所以其實你現在很多時候 的關卡就是過關 那些東西卡住在那裡 其實你等於在美國紐約 那很多朋友都在紐約士那邊 新澤西那邊住 他入紐約都要一個多小時 倫敦很多朋友在倫敦工作 其實他在周邊那些城市住 他坐火車一個多小時 舒舒服服坐進來 去和朋友吃頓晚飯 就是去Happy Hour 吃完飯 再坐回火車回去 有時他們將單車 或者將自己的小車 泊在火車站 那其實香港以前 因為很多東西地貴 我們做不到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說 將生活圈子擴闊到 過兩兩小時圈子 其實大灣區很多地方都包括了 在裡面 只要我們將過關交通打通了 其實我相信每個星期 兩三次回到香港 和朋友吃晚飯都不會是大問題 老友我們就聊了 是 預先培養好網絡 上去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隔離鄰舍 老本我們有說了 政府的資助保障 或者去用強積金買年金 這一招厲害 這個財務組合 讓每個月自己可能萬多元 萬多元對比在大灣區的話 那個生活的水平可能沒有那麼高 消費水平沒有那麼高 又會相對更小 醫療我們都了解了 但是我們就未了解究竟 在大灣區安老環境有什麼優勢 裡面的安老衣服務人員 有什麼優勢 想去住和在香港住 究竟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是好 有什麼不好 稍後回來繼續跟林教授聊天 我們繼續有林一昇教授 沒錯,她很熟悉 她對於長者服務很熟悉 因為她自己在美國住了二十 其實我們住了差不多二十年 在當地的長者服務 你跟現在香港那些 最大的分別 或者有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會是什麼呢 其實美國很有趣 因為美國政府對長者的投入 都不是太多 整體上 因為其實美國很講個人的能力 但是市場的選擇很大 很多時候 剛才說住了住 很多被退休人士住的地方選擇 第二就是醫療 因為她有全國的醫療保障 所以長者無論去到哪個地方 她都拿到一個好的醫療服務 那下來了 剛才說 如果我退休身體差的時候怎麼辦 美國就很慘 第一部分 美國沒有聯邦政府的一些安老服務 州政府都沒有的 很多時候第一部分 都是要靠你用自己的錢 用到你沒有錢窮的時候 反而聯邦政府的那些醫療保險 就可以幫你給一些安老服務的錢 這是比較奇怪的 但是除了之外 美國在社區照顧層面 其實做得很好 很多時候錢跟人走 那個比香港做得快 所以我覺得香港其實 在某程度上 要多些拆橋通綁 令到市場機制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優化到 我們的安老服務 其實這方面也是令到 那些長者更加放心地進去大灣區 所以說到選擇 這個就是很重要 除了在香港 有安老的選擇之外 大灣區這麼大 有什麼選擇呢 是 很多的選擇都是 看看那裡的服務好不好 我們生長在不同的文化 我們在香港長大 如果我們要去大灣區 那些服務人員 跟我們沒有文化相同的基礎 那溝通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困難 不是的 你想回我們上一代 我爸爸媽媽都是大灣區下來的 是 我家裡有幾個那些 即是我的弟父 其實都是大灣區出來的 換句話來講 其實香港人 其實在大灣區那個結合 已經不是現在的事來的 已經發生了很久 就是上一代下一代 是我們這一代這麼奇怪 中間會有個格幕出來 我們現在說回歸之後 其實我期望這個格幕 會隨著那個改變 我們會好很多 第二部分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那個服務質素 照顧質素 但是想回現在香港人 已經用雙腳 告訴你 他喜歡裡面的服務質素 你想想多少人 進去內地消費 他們會說 同一筆錢 我在內地吃餐的時候 可能的服務會好一點 空間大一點 我想說 我們很多時候那個感覺 那個服務質素的感覺 是有一些很久以前 十幾年前 我們有承接下來的感覺 但實際上 你現在去到是很不同的 我們相信醫療那一歲 的確現在 或者社會服務 還有個分差在那裡 但是以大灣區那個發展的質素 其實你多給三年五年 其實我相信 你不會太覺得有個分歧 再多給幾年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的服務質素 隨時可能比我們更加好 假如如果長者 你知道他面對 可能是比較孤獨 或者是少許被疏離的感覺的時候 有些精神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那些照顧長者的大灣區 居住的地方 會不會可以照顧到他們 這個的確是另一方面 我們需要在大灣區裏面 即是他們那邊的服務要提供到 在一些軟件上面 特別剛才那些精神健康的東西 其實的確 他們那個發展 是沒有香港做得那麼快的 因為香港在過去幾十年 我們有不同的社福界朋友 和醫療界朋友 的確在這方面 都投入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是期望那個交流 例如我們現在都是一個 就是我們大灣區社會服務專業 團體的一個董事 裡面我們都嘗試做多些 那種的相向交流 他們有他們的優點 例如他們硬件上面 比我們好很多 他們國家裡面 有一些的標準 比我們更好 但在軟件上面 在服務上面 的確我們還有優勢 所以現在反而重點 是兩邊怎麼互補呢 令到我們的軟件 我們的優勢 可以幫到他們 一個提議我們會有的 就是說 例如香港以前疫情的時候 我們想找些護士下來幫忙 我們找些照顧員下來幫忙 我們發現 原來他們下來 大家不同的時候 機制不同的時候 有個銜接有些困難的 但我們已經有一堆的軟效 大灣區有分效 他們可不可以在大灣區 用香港的標準 去培訓那些照顧員 培訓那些護士 令到那些護士 其實他已經有接受香港的水準 如果政府說 我會幫內地用照顧券的方式買位的時候 他會不會要求 如果你肯收政府照顧券的時候 你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的照顧員 需要接受這個服務的 其實你用這個機制 用市場機制 你已經可以較為短時間裏面 幫內地的服務質素提高 將我們關注的精神健康 認知障礙的服務 那個質素跟他們拉分分 聽完這麼久 如果有聽著看著的聽眾觀眾 就想 可能我也可以考慮一下大灣區安老 究竟我自己是否適合呢 還有去選不論院舍也好 或者一些長者公寓也好 選的時候 有些甚麼要注意的呢 回去大灣區安老 我覺得第一步 就是問自己的新的習慣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 我真的二十四小時 都想黏著兒子的書 那的確有些問題 但是很多長者 現在新一代長者 是六十萬歲的那些 其實退休 我想到處去 你不要黏著我 第二部分 因為兒子真的不知道去哪兒 有時 有時可能他在上海工作 在北京工作 又或者他過了去澳洲 過了去英國 加美加都不奇怪 加上我們現在的小孩子少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長者 好像我自己 我其實就六十歲 我自己的子女都不在香港 原因就是他們 在不同的地方讀書 這樣留了在那裡 那我自己都猜 我起碼退休十多年 後十多年 我也不想黏著他們 我自己留在香港 在東南亞 在大灣區 中國 了解回這個地方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是退休 你覺得自己是這樣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很適合大灣區 按勞 因為你同一筆錢 你的性價比高 等於香港現在的朋友 上去內地消費 你同一筆錢 性價比高 你剩下的錢 你可以去旅行 你可以去享受生活 或者你自己對其他有興趣 我去學畫畫 我去學陶瓷 我去學潛水 我去學牆跑 那些都需要有資源的 當你說 我日常衣食自行 住行的資源 已經某程程度搞定了 你還有些多餘的資源 容許你做其他 你興趣有助的事 其實大灣區可以 給予我們這方面的 但是大灣區 搬上去 大家都要謹慎 他選一些軟石 或者選一些公寓 甚至選那種城市 或者那種生活方式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一下 是的 我覺得 第一部分的確 你不要盲蹤蹤地 聽人家說出去 是吧 你要自己了解多 某部分 所以現在還能走 可能未退休的時候 多一點去了解 裡面的生活情況是重要的 第二部分就問人 其實現在是多了很多人 有這樣的經驗 像剛才我爸爸媽媽 我的弟弟 其實全部在大灣區生活那段時間 如果我想知道 究竟兆慶好還是中山好 那我的太太那邊是中山的 是 其實你真的可以問到 我想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其實可以試著的 不要一次過買 那麼多 你就回去住一兩個月 一兩個星期 看看情況你不喜歡 那我覺得 其實退休班 不是一個一瞬間幾天的決定 其實你可能 用年來兩年的時間 慢慢去計劃 是吧 你去看看兆慶對不對 看一下中山適合你 有些人可能看泰國適合你 馬來西亞適合你 我覺得你會看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喜歡戶外活動的 我喜歡潛水的 所以我第一部分 可能不會在大灣區 我去了海南 又或者我去了菲律賓 那這些你要問自己是一個 想過一個怎樣的生活 第二部分的問題當然是 你有的資產 在不同的地區 可以給你一個怎樣的生活質素 而已 我不想我所有的資產 只是做了衣食住人 是吧 我沒有其他東西 如果我同一筆的資產 在大灣區 可以衣食住人之餘 我還有一個好的生活質素 這個對我來說很吸引 最重要是知道多些 問多些人 試多些 林教授就問了一個問題 究竟是中山好還是韶興好 對了 上個星期就播出了深圳 深圳中山 我也有去過試試他們的安老 現在馬上就和你們看看 究竟去中山安老是怎樣的情況 今天謝謝林教授 謝謝你請我們來 下船之後坐二十分鐘車 就到長者公寓了 剛才八點鐘在香港出發 不用十點半就來到中山 我們的目的地 今早我來了一趟雪走就走的旅程 兩手扯扯地從香港來到中山 會不會真的找到不一樣的退休生活呢 團婆婆你好 我是你的管家阿楓 這一間是你的康仰公寓 但是我沒有鎖匙 不用鎖匙的 這個是智能家居 入密碼或者指紋就可以開門了 嘩,好大呀 是啊,這裡有500呎的實用空間 月租都是五千八元起 這一個是一個長者的公寓 以長者的安全為優先考慮 所以在你的床邊會有一個安全系統 你按SOS就可以緊急找到人 你按一個一字 就可以隨時隨地叫到管家 他還會有感應 假如是每早6點到9點 我們偵測到房間裡沒有人動過的話 我們也會主動上來 會了解回問候回來的 而另外一邊還有一個緊急拉繩的設計 有問題拉繩的話 我們就會上來的了 床上面會有一個智能的床墊 可以監測到你的身體狀況 我們後台如果檢測到數據異常的話 我們也會即時上來了解情況 講到智能家居了 你只要叫一聲智能管家 就可以幫你做到很多事情 例如是關窗簾 開洗衣機 開音樂 開電視等等 洗手間裡 就已經裝有了一副手裝置 可以保障你不會跌倒 還有兩個拉繩手掣 假如有緊急需要 也可以找到管家 袁婆婆 那你慢慢享受了 有什麼吩咐隨時叫我 我們24小時供候 養老地產也會包含了 有醫療、各種各樣的配套 可能是生活上的需要、服務 都可以提供到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打著養老 這個桌頭的地產項目 其實大家如果遇到的時候 都要看看是否真的有營運商 在營運中 或者服務是否很全面的配套 生活質素和地理位置 方不方便、有沒有醫療 這些都很重要 掌舍公寓 例如我們這裡的退休社區 康養社區和院舍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有自由的生活 很多時候掌仔選擇我們的目的 就是我們開放式的生活 也很注重私隱 有很上門的高端服務 還有生活裡帶有生活氣息 在城市中心、有革命中心、醫療中心 就是下街或者出去朋友來 家人來都很方便 就跟院舍不一樣了 我們其實是有六個管家 去對一個客戶的 包括他在生活上、家居上 在這裡的生活裡 有很多社會上的服務 或者可能要辦醫療卡、醫保等等 所有這些這麼小的服務 我們都會陪他一起去做 另外有些客戶 例如他要坐輪椅 他來到,我們整間廚櫃打破它 按它高度去做 崇尚自由生活 對生活質量有要求的 然後就跟他住 喂,你好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睡不著 很寂寞 你跟我聊聊天吧 我很理解你很寂寞 但是我們這裡是緊急熱線 可能會有其他住戶 會有需要打過來 不如你叫小愛同學 播一下音樂給你聽 如果你真的覺得難過的話 我再安排同事來跟你聊天 那好吧 拜拜 まあ,極速十五秒 究竟在原婆婆中心經理中 看完張健靜的照片 會引發什麼故事呢? 下星期二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有弯曲奇乐融融 这时候让你亲身体验的 就是我们《极速15秒》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玩法就是 我手上已经有两个信封 博通的参加者 请在我手上的信封里面二选一 然后在15秒内 讲出和问题相关的词语 讲得最多的就为之赢了 电话号码1872312 我们有一段片的时间 让你们打电话来 八十年代还是又不是八十年代 当然是八十年代 吉他还是木鱼? 吉他 梅菜肉饼还是番茄煮蛋? 梅菜肉饼 我是八十年代的歌手 我很开心 我可以在这么百花齐放的乐坛里 成为一个歌手 我很喜欢弹吉他 小时候已经弹了 因为吉他的音色很优美、很动人 很自然、舒服, 就像我一样 梅菜蒸肉饼 当然是开胃好吃 我也希望我成为一棵梅菜 有味道, 也成为你们的祝福 我是郑瑞芬 香港暖流的主持 同星期五早上11点10分 《Music5》和美见面 在电话旁边, 我们有芳姐 王先生 是, 你好 王先生, 你好 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你选A信封还是B信封? A A信封, 好 是会有自信的声音 好了, 你听清楚了 请你在15秒之内 说得出最多的厨房用品 准备 3、2、1, 开始 刀、瓶柜、微波炉、烤焗炉 焗炉、电子亚餐、打蛋器 够了 打蛋器也出动了, 厉害 接着来, 在电话旁边 我们有芳姐 你好 芳姐, 你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了, 请你在15秒之内 说得出最多的洗手间用品 准备 3、2、1, 开始 好 够了 究竟哪个赢呢? 一会儿回来, 告诉你们 喂, 仔细啊 你媽媽沒找你嗎? 我打電話給她, 不過沒人聽 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什麼不用擔心 你媽媽有認知障礙症 萬一她有事, 我怎麼樣? 我找你成照, 你去了哪裡? 什麼?我回老人中心去看大戲 我告訴你, 你忘記了嗎? 今天是十五號嗎? 是呀, 沒記性 自從醫生說我有認知障礙症之後 你整天都這麼緊張 怕我這件忘記, 那件忘記 中心的姑娘說 作為一個照顧者 首先要照顧好自己 那我現在可以怎樣做? 作為照顧者, 要盡量有足夠的休息 以及適當的活動來放鬆 我們可以佈些時間來做運動 避免長時間在繃緊的狀態 另外, 我們也可以和家人商討一下 能不能一起分擔照顧工作 不用自己獨力承擔 我們也可以多點和朋友、家人 或者一些照顧者互助小組 來分享照顧經驗 互相傾訴和支持 這樣就可以舒緩我們的壓力了 假如我們覺得照顧壓力太大 又或者出現持續的情緒低落 或者失眠 那就要快點向家人、朋友 或者醫護人員求助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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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在眼角中, 宵夜中心疼 香港暖流 回到香港暖流的節目時間 繼續有拔師 繼續有狼, 毅兵狼 剛才極速15秒勝出的就是方姐 恭喜 恭喜 先問一下狼哥 是 隨著年紀漸長 你戴眼鏡多久檢查一次眼睛 我通常有一年 有時必須的話 如果遇到最近眼睛有些問題的話 我會檢查得密一點 有需要的時候也會檢查 你怎樣去保護自己的眼睛呢 首先不要曬太多太陽線 保護自己的眼睛 第二, 最好就是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身體健康 你做得到 我應該要送副黑超給你了 謝謝你 其實在香港有一群人 非常關注大家眼睛的健康 香港這麼多年來都守護著你的眼睛 他們是誰呢? 立即進入, 過來介紹 過來介紹 今天我們請到香港眼科醫學院的院長 楊鳳怡醫生的楊醫生, 早安 楊院長, 你們要介紹一下這個醫學院 大家你好, 我是楊鳳怡醫生 我是香港眼科醫學院的院長 我們香港眼科醫學院是1994年10月25日成立的 在成立之前, 香港的眼科醫生多數都要去外地考 這個眼科專科試 隨著我們香港眼科的需求越來越多 我們就需要有我們自己的專科考試和培訓的課程 所以有了這個眼科醫學院之後 大家要成為眼科醫生 就是讀完醫科 然後想讀眼科這個專業 就不用再去外國那裡去考試了 在香港就有專業認證 是不是這樣理解? 是, 我們有我們的培訓課程 還有有一個專業教學的評估和鑑定機制 去使我們訓練出來的眼科專科醫生 都有一定的水平和專業操守 你們說你們有培訓 究竟你們有培訓工作 是安排什麼給現在這些準醫生的? 通常他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有一個課程 有一些, 譬如要做一些特定的手術 要見過一些特定的手術 有一些需要的數量去做 我們這些都跟國際大部分的眼科 專科的考試的課程差不多 就是說你們要監察著他們的… 是, 我們要知道他們做不做得夠 譬如白內障手術 或者視眸眸手術 這樣才出來做一個 可以自立的專業眼科醫生 真的以數量去計算 不是數量 有些就要做一些優勢的 有些就要自己可以自立地做 剛才楊醫生就說 香港眼科醫學院是94年成立 現在是2024年 就是剛剛好, 三十歲 對, 我們今年三十歲 如何慶祝? 我們其實有一系列的活動 最主要我們會做一些公共教育 因為我們很注重公共教育 覺得市民認識多些眼科的疾病 還有眼睛的健康就預防性治療 就比較少病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眼科的公共活動 這個時候在電話旁邊 我們有黃先生 我是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好, 先問問你的問題 先問一下, 今年香港眼科醫學院成立多少年? A是三十年 B是四十年 C是五十年 A是三十年 A是三十年 沒錯 看這個螢光幕看得非常精靈 有那麼多個眼科的專頁 那麼多個醫科的專頁 眼科是其中一種 我們問一下楊醫生 小小個人故事 為何你當初選眼科? 因為我覺得眼科是很有興趣的一個專科 因為它除了一個外科的學系之外 它也有內科的成分 所以我們可以跟病人做手術 也有一些藥物的治療 所以我覺得兩樣都兼顧 還有特別我們很可行的 就有這個白內障手術 因為我想很多時候 很多病症 譬如你看醫生 他都可能給你一些藥 或者做手術都是一些舒緩的方案 而白內障就… 有得醫的, 白內障 做完之後 病人多數很開心 我又開心, 他又開心 因為他們之前看東西夢茶茶 做完之後看得很清 那就真是大家都是一個很開心 很滿足的一個經驗 以前我們關心我們自己的眼 由我們有沒有近視開始 凡是有近視, 父母就開始擔心 就是說眼睛可能有些事 其實普通的近視 不是一個眼的疾病 或者是任何麻煩的東西 不是, 我想在亞洲區 普遍來說 我們近視的人數 比率是比較高的 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是有關的 近視其實是說 我們的眼球太長 通常我們知道的 是長期看一些很近的東西 或者眼… 譬如近視的時候 又不去戴眼鏡 都會對近視的增長有影響 我們知道如果多些做戶外活動 譬如每天至少有一、兩小時 有戶外活動 能夠減低近視的加深 接下來在電話旁邊 我們就有溫先生 溫先生, 你好 在這裡… 好了, 你是聽相機還是看電視的? 剛才是 聽…沒有看電視 沒有看電視 聽電話 好了, 那你聽清楚這條問題 以下哪一項是不屬於長者常見的眼疾呢? A是白海障 B是青光眼 C是眼眉條 或者我們叫做冷眉條 眼眉條 眼眉條, 沒錯 沒錯, 眼眉條不是病, 是吧? 但這個我也很想問一下 有時他不斷眼眉條 怎樣算好呢? 其實大部份都是一段時間就會消失了 也不是什麼大病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那些是肌肉方面的問題 通常都是神經線比較過敏 是一個短期性 如果空氣污染, 又冒霾等等 有人說空氣不好 就可能會影響眼睛 要令它敏感 這些是否普遍的疾病? 是會, 而且眼睛會乾一點 經常在那邊眨眼, 不舒服也有 那怎樣算好呢? 現在污染這麼嚴重 我覺得如果真的嚴重 就可以有些眼水可以舒緩 是 香港我覺得最近的天氣不錯 有藍天 是, 所以就會相對好一點 現在我覺得比較少了 把握到楊醫生上來 有一個問題, 我會很想問 因為眼科醫學院裡面的眼科醫生 是最疼愛大家的眼睛的 怎樣才可以有一雙漂亮的眼睛呢? 我想相信要保護自己的眼睛 譬如我們會建議, 尤其是小朋友 他常常要去檢查眼睛 因為小孩子, 譬如他會有近視 邪事, 邪事那些要早點去處理 那到大人, 譬如過了六十歲以上 很容易會有眼疾 譬如青光眼, 白內障 那些都需要常常去檢查 及早要治療 如果想有好的眼睛 就要好好地疼愛眼睛的健康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跟楊醫生 了解一下香港眼科醫學院的工作 和香港人的眼睛健康 在過去幾十年, 其實出現了甚麼變化 有哪些眼疾是多了 有哪些是少了呢? 稍後回來, 繼續跟他們聊天 我們繼續有香港眼科醫學院的院長 楊鳳賢醫生 剛才拔師也提到, 說過去… 如果他們的眼科醫學院 就已經有三十年歷史 以前的眼疾和現在的眼疾有甚麼不同? 現在流行甚麼? 最多人有 最多人患的眼病是甚麼呢? 我想以前, 我想俗稱沙眼 我們聽過很多 沙眼 沙眼 但是隨著健康的情況變化了 沙眼這些比較感染性的疾病少了 但反而, 譬如現在我們常見 譬如有黃斑病變, 糖尿眼 白內障一向都有 但白內障有了幾好的治療方案 我們就可以處理到… 當然, 白內障依然是老人 一個常見的問題 但是, 反而是黃斑病變 或者是糖尿上眼 這些反而因為它都有致盲的機率 所以我也覺得是多了, 而且要留意多一點 白內障就是常見的一種眼疾 治療方法很簡單 有些人說, 這次做白內障手術 可以令到我自己的視力有改變 有改善 對, 因為我們在選擇人工晶體 有很多不同的人工晶體 譬如近視的, 我們可以令到它沒有… 即擺了人工晶體之後, 就沒有了近視 或者散光都可以矯正 或者也有些新的人工晶片 也有些腦花功能 不過, 要看病人的生活習慣 他們需要跟眼科醫生商量一下 看看哪一種人工晶體是最適合他們 接下來, 在電話旁邊 我們有李小姐 李小姐 是, 伯姨早安 你好… 好, 問題是這樣的 以下哪一項不是老年性白內障 常出現的症狀呢? A是視力模糊 B是爬光 C是張不開眼睛 C C, 張不開眼睛 沒錯, 是打得開眼睛的 不過就會視力模糊 以前聽白內障 大家就會, 很害怕, 很大件事 現在另一個相對覺得害怕 就是聽黃斑病變這一個 是… 怎樣處理好呢? 現在黃斑病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有些特定的藥水 就可以打下去之後 就能夠控制病情 就令病情沒那麼惡化得那麼快 但是這個藥水是比較貴的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而且也不是打一支, 一個針就可以解決 可能要定期要去打這個特定的藥水 有沒有手術去跟進這個黃斑病變? 有, 因為黃斑其實在一個區域 它有很多病 老人黃斑病變只是其中一種 譬如有些叫做眼前膜的病 那些就可以用手術去處理 我們看看以下下來的這一張照片 大家看到有些懷舊感 背後有什麼故事? 這是三十年前我們香港眼科醫學院 成立的典禮 有很多很尊敬的… 很尊敬的眼科醫生 眼科醫生 有沒有這些老師在裡面? 有…有我們的老師 也有醫學界很有名的人 在這裡支持我們的成立典禮 這張就沒有理會了 接下來, 三十年後 中間大家做過很多事情 這是關心黃斑健康的活動嗎? 這是我們去年的公共教育活動 我們有些談論、有些講座 也有跟病人做驗眼 驗眼, 就是這裡到社區 對, 在一個社區地方驗眼 是免費的? 對, 免費的 我們每年都做一次 今年做了沒有? 今年沒有, 我們通常十月 因為我們接著是世界眼睛學日 世界日, 第二天做 大家要留意 十月的時候有免費驗眼 對… 除了走入社區之外 學術上也有這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這個是… 這個也是我們去年 亞太區跟黃斑和視網網科的會 一起協辦 因為我們每年都有一個研討會 除了有時只是我們香港眼科醫生 有時我們就邀請不同的國際組織 或者內地的眼科組織一起協辦 去年就很開心 差不多有三、四千人參加 在會展上做的 三、四千人就是來自世界各地? 亞太區 最主要亞太區和內地的眼科醫生 這麼多眼科醫生齊集在一起? 對…很開心、很高興 這些交流是否會分享一些 最新科技的器材或方法? 對…每年我們都會去… 其實全世界每年都有這些學會 舉辦這些研討會 我們每年12月都會舉辦 今年我們也會舉辦 這個就跟其他一起協辦 那你舉辦這些國際會議之外 會舉辦公眾教育 會不會自己出去接觸多些不同的老人家 解釋給他們聽 有,我們有做…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 好像…社區 社區的公共教育活動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也有一班眼科醫生 他們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我們有一個叫精彩慈善基金 是嗎? 是我們有一班眼科醫生自己舉辦的 我們就會去學校、同人宴問 去老人的地方跟他們驗眼 而我們也會去一些院舍幫他們驗眼 嗯… 接著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也有善長人用捐錢 去幫他們免費做手術 嗯… 由醫生自己本身是眼科醫生 就是你看症已經很繁忙 現在就要由這個崗位 去做眼科醫學院的院長 做院長以來 有哪些時刻令到你覺得 真的有滿足感或者感動 更加有疼愛香港人眼睛的使命感呢 其實我們很有機會 因為我都做了眼科醫生一段日子 在做院長的過程中 我會接觸一些比較新進的眼科醫生 跟他們談他們的培訓 跟他們一起安排 其實看著一些好像一個傳承一樣 很希望將我們學到的東西 我以前前輩教導我的東西 也都教導給我們一些新進眼科醫生 就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就為香港眼科服務的發展 一起努力 嗯… 很開心 過去那三十年 香港人對於眼睛的健康的關注 你見到有甚麼改變呢 我覺得大家越來越重視 也都很開心的 以前可能年紀大的病人 會覺得老了就眼眸眸正常 就不覺得要去看醫生 又或者以前有些病人跟我說 我老了 那就不需要做白內障 就是覺得是這樣的 我的朋友各個是這樣的 反而現在他們的認知多了 我曾經為一個一百歲的病人做白內障 那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做了白內障 令到他們生活安全一點 因為如果他們看得不清 容易跌 或者見不到這個 甚麼都蒙茶茶 顏色又不對 其實對他們的生活質素 也有很大的影響 嗯… 最後立板 最後這個機會 一些護眼小錦囊 楊醫生會送些甚麼給大家呢 我想… 尤其是我們… 最重要了 去到戶外的時候 要戴上太陽眼鏡 還有戴上一頂CAD帽 減低紫外光對我們的眼睛相愛 因為紫外光對黃斑不是那麼好 我們就要保護眼睛 看電視來多遠好 這個距離夠不夠遠 夠了… 看多久就要休息一下 通常二十至三十分鐘 休息一下一會兒 或者看遠的東西 你們看《香港暖流》也看了 我們已經做了一整個小時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楊鳳兒醫生 和大家分享了 香港一群眼科醫生 過去三十年的努力 大家記得要親自自己的眼睛 今天謝謝楊醫生 謝謝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 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冷靜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